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們是東京九橋 我是鮑勃 我是文 今天我們來介紹東京自由行 兩天一夜超濃縮精華攻略 大家要完全follow我們的行程 就不用做功課了 假設我們是從新宿王子飯店出發 新宿這個地方是東京旅遊的住宿首選 所以只要從這個附近出發 都可以follow我們今天的行程喔 我們早餐就來吃充滿北歐風味的 Athro Coffee吧 這家店還會在沒有什麼人的商店街 所以可以讓人快速的找到位子吃早餐 而且它的店內裝潢也很漂亮喔 吃完早餐趁店還沒開的時候 我們先逛新宿宇宙商場風景吧 門票一張兩百塊 從剛剛的Athro Coffee那邊吃完早餐 走到新宿宇宙大概十五分鐘的路程 推薦大家早上來新宿宇宙的話 因為人比較少可以拍到比較漂亮的照片喔 在這麼大的草皮上散步真是舒適啊 再走個五分鐘啊 就有一大片相當有日式風味的庭園喔 你看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人還那麼少 然後稍等一下子 你看整排成這樣 所以記得來這邊要早點來喔 一離開新宿宇宇宙就是新宿百貨公司聚集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逛街吧 伊斯丹南馬路伊跟Pikuro這個百貨公司區域呢 是屬於新宿3D木站 新宿有很多小吃可以吃 所以逛餓的話我們來吃吃看Mr.Waffle吧 五通體力 因為我們早上的時間都安排在新宿 所以大家可以把買完的戰利品呢 直接帶回飯店放啦 我們征服新宿啦 接下來要搭車去黛黛木吃中餐 我們現在到黛黛木啦 這邊離新宿只有一站的距離 而且離我們的下一個景點 明治玄公也非常的近 而且這裡有相當多的餐廳 那我們來吃中餐吧 這家是Tabelloku人氣很高的 和食料理Dumbo 這家店還蠻特別的 所以首先第一個就是 把盆子裡面的飯跟料直接 弄到碗裡面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第二種吃法呢 一樣把盆子裡面的料 放進碗裡 再把茶泡飯的茶湯 插進去 然後再把這邊的佐料呢 各加入一點點適當的份量 然後把裡面的攪拌一下 這樣就可以吃囉 有吃飽嗎 偉恩 好了 好 我們吃飽飯之後呢 要從黛黛木這邊前往東京必訪的明治神宮 而且要帶大家走東橋的私房路線喔 大家通常進明治神宮都是從原宿車站過去吧 但其實從黛黛木也可以進去喔 這邊就是明治神宮囉 但這邊的鳥居比正門還小一點點 那從原宿進明治神宮路線通常是要這樣子進去 然後在同一個地方出來這樣子 但是我們這次選擇從這個地方進去 所以會比較順路這樣子 然後從不同的門出來 我們現在順著路線參訪完明治神宮了 我們現在要去竹下通 演一下日本的潮流文化 從明治神宮出來後大約步行五分鐘就可以到竹下通 位在原宿車站竹下口對面的竹下通 是日本青少年文化的代表 這裡有學生喜歡的服飾雜貨配件 以及各種可愛適合IG打卡的小吃及餐廳 我們逛完竹下通了 現在在表餐道找個下午茶來喝吧 我們現在來到我來自巴黎的Hugo & Victor 我們點了巧克力白會來囉 超香濃的 吃完甜點的好滿足喔 我們就繼續在表餐道晃晃吧 表餐道的這條主要幹道兩側以精品品牌聞名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逛逛喔 我們今天到目前為止的行程 大部分都來散步耶 特別原因嗎 這幾個地方雖然就是可以搭車到達 但是因為相距都很近 所以我推薦大家是用走的方式 走馬看花享受一下走近的生活 沒錯 東京的站跟站之間其實沒有大家想像都那麼遠喔 我後方就是表餐道站啦 現在我們要坐車前往六本木 我們先要上六本木之修展望台看夜景 我們現在在五十二樓六本木之修展望台啦 這個方向可以看到東京鐵塔以及台廠的夜景 這邊就是東橋最推薦的六本木的室外展望台 它的特色就是因為沒有玻璃的反光 所以可以看到最美麗的東京原子修展望台的夜景 看完夜景囉 就在六本木之修吃晚餐吧 現在叫做Delmato 我們這是七種前菜冷盤拼盤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蚵仔啦 它牡蠣吃起來蠻新鮮的 這道意大利麵蠻特別的喔 可以吃到一點點蟹肉的甜跟鮮味 另外呢還有加一點微辣 非常的促進食慾 這道是A5和牛的牛排 六本木之修可以直接搭車去射骨 真的很方便喔 這邊在地下幾樓呢 在地下一樓 在地下一樓 搭RH01就可以直接到射骨囉 其實在日本搭公車啊 就是要事前查好路線的話 其實並不是太困難喔 15分鐘到射骨囉 讓我們提一下射骨著名的時事入口吧 我們為什麼會選擇晚上來射骨的原因是因為這邊店開得比較晚一點 對而且我覺得啊在這邊晚上的巷子裡面逛逛走走啊 很能夠體驗當地的風情喔 這邊就是射骨一夜二十小時 這個Mega東京後天啊 今天的行程啊安排這麼緊湊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希望讓大家在這個兩天一夜的行程裡面啊 可以玩到最多東京必玩的行程 那我們今天已經玩了東京西半邊的幾個主要的區域 那明天要帶大家玩東京的東半邊喔 我們回到新宿的飯店囉 今天的行程就到這邊囉 大家晚安 第二天了 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首先去淺草 這家就是東橋最喜歡的鮪魚淺草 Feburry Car 我們跟他們吃的早餐吧 這是我點的Morning Pond Set 然後它就是一個奶油的烤吐司 然後還有一杯熱的辣鐵 嗯吃飽囉 我們接下來要往淺草雷門的方向走過去 那東橋會推薦這個早餐店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它從新宿達大江湖縣啊 就可以直接做到藏錢出來就是了 而且這邊那裡淺草雷也非常的近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淺草寺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淺草寺囉 這邊因為是東京都內歷史最悠久的寺廟 所以也成為了觀光必保的聖地 經過了閉光的重建室商店街之後 就可以到寺廟內參拜囉 來淺草的時候直接去淺草寺以外 我們也推薦淺草寺的觀景牌 也可以看到淺草寺的全景喔 我們逛完了淺草寺 我們逛完了淺草寺 接下來逛宅宅天堂秋葉園 來秋葉園可以買到最齊全的電器 還有動脈相關的周邊商品 來秋葉園可以買到最齊全的電器 還有動脈相關的周邊商品 哇喔 這裡還有各種特色咖啡廳 中午我們就來吃對外國人非常友善的拌壽司吧 壽司都用中文喔 我們的壽司全都來囉 我們可以看這個是東京的重點觀光區 那我們昨天是在這個附近玩 那我們今天呢是從一路這樣子的 再到惠比手玩下去 這邊是我們推薦的新玩之內大合器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東京車站的漂亮景色 我們現在從東京車站穿過玩之內要走到銀座 在中間會經過一整段充滿歐空的街道 大家可以在這邊散散步悠閒享受東京城市的氛圍 從玩之內走到銀座 又是令人要逛街天堂啦 在銀座的這條街上有相當多精明的品牌 而且還有很多百貨公司可以逛喔 黃街光雷我們來吃個下午茶吧 今天是以蒙布朗為名的Angelina 這是我們點的蒙布朗下午茶套餐 它的上面那個栗子醬超級濃郁好香喔 在銀座吃完了下午茶 我們現在來到了織公園 就讓我們來散步看看東京鐵塔吧 我們從織公園穿過鎮上市 現在要去東京鐵塔囉 上樓囉 上樓囉 在這邊看西洋景色真的超漂亮 晚上呢 晚上呢我們就在周末黑一次無錫鍋頭燒肉囉 這家店呢在塔北的路上有3.6本高人次耶 這是我們點的肉壽司 它肉啊吃起來很新鮮又很嫩 然後配上一點點醋 橄欖油跟黑胡椒調味很好吃喔 剛剛那個店員幫我們上了第一道菜 是一塊超級厚的牛排 沾這個鹽巴吃吃看 這個肉啊剛剛店員烤得非常的厲害 外面的這一層啊 你可以吃到它脆脆焦焦的口感 然後裡面呢你也可以看得到它這裡啊 其實烤得有一點五分熟 然後它的油脂啊非常的肥厚 然後吃下去也是有一點入口即化的感覺 我們吃完燒烤啦接下來要從周末黑一路散步到惠比壽 依然往在周末黑的河畔啊附近散步一下感覺真的不錯喔 而且從周末黑的河畔啊在春天的時候會有櫻花 然後呢在12月份的時候會有Illumination可以觀賞喔 我們在前往惠比壽的路上會經過代觀山的鳥屋書店喔 代觀山這個地方啊真的蠻適合晚上散散步的 在代觀山這邊啊走進小巷子裡面會進到很美麗的小密集中喔 那我們現在在散步這個漂亮的地方就叫做Lock Road 從代觀山走了15分鐘 現在來到了惠比壽的Garden Place 這邊冬天有很漂亮的Illumination可以看 然後還有免費的夜景可以看喔 大家其實知道我們一路從前朝這樣玩下來 現在到了惠比壽離新宿已經滿靜的 我們回到新宿啦 雖然時間已經晚了 但新宿的店跟餐廳都開比較晚 所以可以在街址稍微逛逛街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東京自由行兩天夜超濃縮精華攻略啦 喜歡廣告大家喔我是包伯 我是雯 下次見 掰掰 這支影片所介紹的景點啊 我會在影片的敘述欄提供Google Maps的行程規劃 讓想要Follow我們的行程的人呢 可以直接的使用這些景點的資訊 另外這支影片啊我覺得是適合你沒有時間 只能快閃東京二到三天 或是呢希望把行程裡面其他的天數放到東京近郊的景點 那東京近郊的景點呢我們也有一部東京七個必去的近郊景點 大家可以參考 好那另外第一天的早餐Oslo Coffee啊 因為它的食物吃起來比較普通 可是因為呢它的地理位置很方便 然後也不太需要排隊 所以我其實建議你們可以也替換成任何在新宿 然後你們喜歡的連鎖的咖啡廳又或者是便利商店的早餐就可以了 好那最後呢關於位在銀座的Angelina的餐廳 因為我們去拍攝完過後的數個月 我們發現它後來已經停業了 所以也在影片中有告訴大家的建議呢 可以到一樣位在銀座的Mercer Brunch去吃下午茶 那它是一家賣法式吐司最有名的店 那關於它詳細的資訊呢 我們在我們的影片東京十大美食基站區裡面的下午茶有介紹 那影片連結我也會提供給大家 好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給我們按讚還有訂閱 也別忘了再留言告訴我們你們想看什麼樣的內容喔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